五七神龍市台灣新聞民 還有另外的觀眾大家好 我今天邀請到都會區的榮會 台北市北投區的榮會總幹事 謝建達總幹事 歡迎麗玲 大家好 好 感謝 很多人不知道在很多都會區 還是有榮會 北投區就是非常少數的榮會 我先向大家介紹 已經開始的就是這個年度盛世 雖然因為疫情影響 但是沒有開幕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大家能參加 就是花見步道深呼吸 竹子湖海雨季與繡球花季已經開幕了 我想這個疫情影響 我們總是需要療癒 是不是利用這個機會 總案是邀請大家參加好不好 請 是 就是說很高興今天來參加這個節目 因為這次因為海域的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3月27號的開幕式 這次是沒有 就是說沒有舉行 因為沒有舉行的原因 就是說因為怕說如果有 萬一有有沒有確診的人 我們也會擔心 所以我們就是說一樣 疑似是減免的 可是我們一樣就是把那些東西 全部都一樣在照常有在做 我們今天桌上看到這兩盆 我們的花束 這是我早上在請我們同事 上山去採下來的 這兩個繡球花 這是我們的家政班的學員他們查的 就是說我們有 我們那個北投農會 我們都有家政會員 家政會員他們都有很多學員 他們都願意說去學這些東西 那我們等於也會說 讓他們去學習以後 然後來做這些展示這樣子 那今天這兩盆 就是學員來做的這樣子 都非常優美 原來北投農會有花 這個家政班 家政班 有插花 對 插花的 插花老師在教 對 有插花老師在教 然後我們每年的一些節日 中央節日什麼 全部都是家政班的 來幫我們處理 其實我們的媽媽 阿嬤那一代 都有插花習慣 我記得小時候我就看我阿嬤 我媽媽的插花 現在的現代女性有在插花嗎 有 還是有 因為現在就是我們北投有農民 農民他的妻子 兒子 小孩 就是農賢的時候 然後我們農會就會有一些事件會 和那個家政班 然後我們就會很多就是舉辦一些 就是說用一些課程 讓這些農賢的媽媽 爸爸 媽媽帶小孩來這邊 就是沒有事情 然後因為他們晚上還需要煮飯 給先生吃 那農賢的時候就是這樣子來做 對 就是會學這些事講 所以大家看看 這個放在講台上 非常優美 真是這個到達 那個花道 花道 非常優美 用花道的觀點來看非常優美 你看我們這個節目的主題 輔助弱勢團體 農民團體 不要忘了 都會區也有農會 北投區也有農民 包括提西拉拔後進 我們希望很多年輕人回鄉 北投也需要很多青年創業人才回去 更重要是在疫情蔓延的時候 推動身心靈健康 愛有時候在疫情的時候 在瘟疫 愛在瘟疫蔓延時 能夠展現出來 包括這個公民素養 我先請教你 很多人不知道 有台北市有農會 北投區也有農會 文山區也有農會 很多農會 那麼台北市的北投區的農會 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因為本身我們北投區 這是 我們台北市有9個區 有9個區 9個區 然後一共有9個農會 我們北投農會是在 算是台北市的一個後花園 然後它有一個關渡平原 有大屯山 還有一些 還有就是我們竹子湖 我們的關渡平原的話 我們有台北市唯一的稻米 就是我們有700多公頃 大概有200多公頃 是在做稻米的耕種 然後在大屯山上面是有 就是說有綠竹筍 還有桶甘 那綠竹筍 因為它是在斜坡上面 因為是陽明山的山 横發下來的這種土 它的土質很好 土質很好 所以它把那邊的筍子 做得非常的香甜 然後它的另外再來就是說 最有名就是它的桶甘 桶甘就是說我們本身 我們有一個中興大學一個 叫蔡東算老師的 它很認 它很就是說 有幫我們說做過認證 就是說北投區的這個桶甘 它是最 臺灣省是最 酸甜比最好的 然後它有出一本書裡面就有寫 那也歡迎說大家到我們 那個大頓山去採裹 因為桶甘這個東西是非常好的 好 我們先來看一段 你們所提供的影片 好 來看看北投區融會的特色 好 頭抬起來一點 OK 好可愛喔 不斷變換姿勢 不厭其煩來回橋角度 雖然天氣不佳 但仍嬌不惜這一群女孩們 要拍出夢幻美照的決心 最少都要兩個小時一張 一千張以上 還一千張 因為要百張選一 一百張可能選到一張 一出遊就要拍上千張照片的 閨蜜攝影團 其實在陽明山竹子湖 十分常見 美鳳花季 各種在花田取景的美照 就會開始在社群上洗版 看準年輕人愛拍照分享的熱潮 北投農會用一座盪鞦韆 成功宣傳花季 那個愛基打卡點跟我們傳統的 海域地景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愛基打卡點必須要 人進去到裡面以後 那個畫面才會完整 然後沒想到兩年前 這個盪鞦韆就開始爆紅 然後就可以創造這個農園 這個大概是兩倍以上的 那個經濟價值 打開社群軟體 如果搜尋竹子湖 就會發現相關貼文超過三萬則 大多是年輕人與花田的 美麗合影 有打卡點之前 大概是100-200的人次左右 然後有打卡點之後是400的人次 雖然現在賞花人潮眾多 但可能很難想像 20年前的北投花田 可是乏人問津 當時只做內銷 花財營業額一年月再千萬 民國90年開始推行修憲農業 鼓勵農民轉席 邀請遊客入園 收門票 推餐營 送導覽 這幾年的營收已破億元 你知道太ㄍㄧㄥ了 很ㄍㄧㄥ啊 今年2020年 目前有3個在公共區域 有7個是在農園裡面 然後所以總共有10個打卡點 北投竹子湖 各地設置打卡點 讓遊客如同尋寶一樣 收集景點 挑戰拍照技巧 拍完後還能來個彩花初體驗 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餐餅 所以感覺很可怕 為什麼可怕 就是第一次下 對 沒有下過那麼深的水 不知道多深 我覺得現在腳整個動起來 沒有往前 所以會變 會變僵硬的感覺 第一次穿著青蛙裝 進到與人同高的海域田 遊客是既緊張又興奮 一日的小農體驗 讓這趟出遊增添更多的回憶 而另外一頭 悠揚的音樂正響起 竹子湖的小型音樂會 我們也應該已經辦了十來年了 然後小型音樂會 其實主要是邀請 像薩克斯風的街頭藝人 然後他們就固定在假日的時候 在農園裡面做一個音樂的演奏 我們因為我們要讓它有休閒的感覺 是要提升農園的一個品質 從農田音樂會到設置拍照打卡點 每逢假日更舉辦免費的導覽小旅行 各種活動出其至聖 成功行銷背頭山城 從三月海域季開始 一直到六月的繡球花 長達四個月的爽花期 讓背頭山城總以繽紛的姿態 迎接到訪的旅人 而成功的行銷活動 也讓純淨潔白的花田 我記得大約50年前 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 我們到七星山 一定要去採桶甘 因為很多桶甘我們去採 不知道是人家種的 結果採了以後 都被果榮追打 後來還發展出 我們所看到的海雨 這可以說是北投 再造北投最繁榮的海雨 請你介紹 是 剛才說到桶甘 桶甘再過來就是我們的 竹子湖的海浴田 竹子湖在當初 在日據時代的時候 他們就是 那個地方就是一個賞鷹的據點 可是後來日本人 佔領我們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就是在竹子湖上面 做一個台灣原生種的蓬萊米的 蓬萊米米的原生地 就是發源地 然後所以他目前 他之前在那邊是有做一個 叫古東俱樂部的 還有保留一點 日本文化的東西在那邊 以前他是海域田 就是是稻米的 蓬萊米的發源地 後來就是說 再來就是說變 因為他們稻米沒有辦法 改變他們的生活 後來他們就是做那種高冷蔬菜 高冷蔬菜的時候 也會被人家偷了 或者是農會跟他砌作了以後 砌作了以後 他不一定會給農會 他如果價錢的時候好 他偷偷就晚上半夜的時候 就賣出去 所以後來就在民國70幾年的時候 79年的時候 我們就很強力的 在開始推廣海域 海域的時候 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也是沒有人要做 可是就是說 我們就是一直推廣 推廣到2003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用2003的海域 海域記 那就開始到現在18個年頭了 好 我要請教你 你在學校是在 在財經方面的博士班深造 你本身是學財經的 你們用什麼經營策略 從2003年開始 讓海域跟繡球成為 幾乎每年幾十萬人 我們在疫情期間 也希望大家當然分流 去那邊能夠做療癒 請教你們的經營策略是什麼 我們的經營策略就是說 因為海域本身它是白色的 一開始白色的這種東西 是台灣人是不能接受的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想到說 有一個叫白色情人節 所以白色情人節的這種策略 真的是大大的成功了 因為白色情人節就是說 我們用海域來送給情人 或者怎麼樣 這種白色的這樣子 送出去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說不好 我們又用 譬如說在辦活動的時候 我們用跟快遞結合 跟黑貓宅集變結合 然後你就可以馬上在阻止湖 把你的花跟把你的花 就可以可能你要送到南部 它也是可以把你送過去 送到北 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送到 外國都可以 對 後來就是再過 其實繡球花跟海域是一起的 為什麼繡球花會比較有名 就是因為海域它是純潔的白 我們用那種方式去推廣它 然後它是接待它後面的時候 我們因為經費也不足 因為那是台北市政府 他們經費沒有給我們那麼多 後來就是在六年前的時候 我們就跟一個叫大梯田的 一個休閒農場 就是北投的 然後它那個老闆娘 就是那個高碧臉就是說 它要今年它就是說 要讓大家來採繡球花 那就從那時候開始 繡球花反而比海域還夯 而且創造的產額是 它本來是差不多三 就是含休閒農業 含餐廳三級的加工的 和休閒差不多是三億多 結果一下就成長到四億五千萬左右 我看到數字說最多有每年七十萬人到 七十萬人 對 七十萬人是很輕易的 七十萬到八十萬人這樣子 那你們怎麼展開一些周邊產業 周邊產業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在民國八十幾年 就是2003年那時候 開始就是說會有很多那種餐廳 就是說休閒餐廳 就是吃野菜的 土基層 土基層是不是在陽明山上的 是我們這邊是那種草野菜的 那種小餐廳 野菜 就是說有人上七星山 或者是大人山去爬山 就是七星山爬山下來以後 他們會想找一個地方可以吃東西 那吃東西的時候 這草野菜 然後便宜嘛 便宜而且又好吃 然後菜都是當地自產自銷 那而且其實我們北投在推種 有機跟友善的時候 也推得還不錯 那有些農民他們是 本來是自己吃的 那因為我開這個餐廳以後 他們就是大量的就去種 種了以後 就都去提供給這些餐廳這樣子 所以他們吃得也健康 對 然後讓一些民眾 就很喜歡來這邊 對 北投區農會 你們福島的重要產業 我來引述一下 水稻在關渡平原 還有秀琪環剛剛提到竹子湖 桶甘在大屯山 七星山等 綠竹筍在大屯山 你們特別推出這個 北投割道去活動 你們怎麼福島這些農民 北投割道去活動這個是 因為這是我自己上來以後 我特別一定要宣導的 因為我們是以農曆國 我們台灣人也都是吃稻米為主的 米食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小朋友 他只知道吃米 可是他不知道米飯是怎麼來的 所以我們在3月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個插秧的 就是說插秧的一個插秧 然後到7月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個割道去 因為插秧這個有一些 就是說之前會有一些就是說 小朋友會有 那邊因為我們辦了一個場地 比較沒有水 然後再來就是說會把那些很多 譬如市長 副市長 在那邊把衣服都弄髒了 然後後來就是說 而且我們有辦一個統干劑 會兩個會相衝突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 把它延續下去有一個 他的割道去 讓小朋友他們知道 你是一個知識分子 在都會去農會做總幹事 你剛剛提到說 你還讀博士班叫自我完成 如果農會總幹事 也是自我完成的話 你的最大成就可能是什麼 在農會裡面 我就是說我會利用 我現在在學的東西 然後去 因為你讀得越多東西的話 你去做的決策比較不會錯 我們一些在公司裡面的決策 因為一般我們公司 總幹事就是決策者 你如果說做了一些錯的決策的話 對一個農會的話 也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所以我們就是說 會做一些的策略 就像胡教授剛剛說的 這些我們海域的策略 或者是我們稻米的策略 還有統幹的這些策略 如果說你讀比較多一些書籍 或者知識會增加一些東西的話 你可能對這些東西會比較 比較能夠解決 都會型的融會 因為它產區比較小 但成本會比較高 這個困境是你怎麼突破 你不能像一些比較鄉村地區 面積比較大 你怎麼突破這個農場規模小 以及生產生分高的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台北 台北市都會區的農會的問題 其實那麼多區的農會 都有遇到這個問題 有的只有我們北投還有農地 其他的幾個區的農會 都沒有什麼農地 我們本身我們北投區的 我們在做這些東西 是一定用非常嚴格的方式 下去做的 對於這種規模經濟小 我們會產生就是說 會比較麻煩 我們說我們台北市的都會型農會 就是一定都會遇到這種瓶頸 所以我們變成說 我們要提高它的品質 然後因為都會型的民眾 他們可以接受價錢比較高的 我們量少 它價錢高 也可以補足一些民眾 一些人民 我們現在有五六個青龍 我們也就鼓勵他 然後鼓勵他來做一些 就是說創新 和一些不一樣的品牌的創作 像稻米 他們有自己用他的田地 在做一個他自己的稻米 就叫頭頭是稻 還有一些米食 米食的米香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福島的 然後這些幾個農民 還有一些人在做這些 有機的東西會提高價錢 讓他們增加一些收益 對 現在在北投有這個 有任何困境需要突破嗎 因為疫情的關係 怎麼辦 政府怎麼 因為政府也有紓困專案 然後我們也鼓勵 在分流情況下 到這個北投去農會 去像海語記 去觀賞的話 對政府跟民間都做出呼籲好嗎 因為最近的那種 農委會他們是有這種紓困 像我們對 因為我們北投區農會 也有金融單位 金融事業也有經濟事業 金融事業就是我們的銀行部門 因為我們受到的衝擊很大 因為你降碼 我們轉存款就虧本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的放款利息也虧本 然後虧下去的話 一年就可能損失了2000多萬 如果要紓困的話 你們需要什麼紓困 需要紓困的話就是 當然是希望農委會 他們能夠對我們的 那個用人費用的使用方式 可以去修改 然後一般農民的話 他們遇到的這種疫情的這種 我們反而覺得說 我們農會在做這些輔導 他們的反而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是要除糧 他們大概都是說我們做的有機 然後量少 可是他們至少照顧的都不錯 然後在老婆種 不是 老公種 老婆在市場外 每天都做得還不錯 我們還是推薦 在不影響這個人與人之間 這個近距離感染的情況下 我們希望推動身心靈健康 我再強調這個活動 我們鼓勵大家參加 因為這在台北 離台北非常近 就是可以利用週日 或是平常週間比較少的人的時候 花劍步道深呼吸 這是年度的盛勢 同時我們也希望 像這個花道也是可以療癒 這一點我們可以大家互相鼓勵